今天要來開箱一下這個 道具兌換所裡面的開幕紀念裝備箱 這個就是這次總冠軍的獎勵 那官網是沒有寫到說有總冠軍禮盒啦 那反正就如果有興趣可以先官網 那為什麼我要換這個呢? 欸沒錯當然就是為了流量 沒有啦我之前以為有禮盒 所以就 我就先把他換成冠軍之星了 那反正先不管他是什麼狀況啦 那整體來看就是反正也是開給大家看 就是縱使我沒有換多了我應該還是會換 就可能也不是全部人都知道這個裝備的秘密 欸很不秘密的秘密 那這個簽名點數啊 欸我拍完之後他就從EX點數變簽名點數 反正這個就是之後有有新卡片可以換啦 那就是之後才知道啦我不是先知也沒有偷串啦 就這樣反正之後再看 反正一出的話我就先換給各位看啦 好那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 欸我是換打者的啦 好就今天會做幾個簡單的測試 那這邊是用這個國家隊的徽章啊 那他是S的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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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激動 冷靜各位你各位冷靜 不要激動啊他是S裝 但是他不是S等級的能力 欸他他在哪裡啊 欸他不見了嗎 喔他在這裡他他怎麼等一下他怎麼這麼下面 沒錯他雖然是S裝啊但是他是 欸他只加3 所以這套幾乎沒有實戰能力 他就是收藏 他就是收藏用的 那反正也是會穿給大家看啊 那所以換完之後 欸沒有他沒有消失 他是跑到下面來了 這個就講講真的啦 這個就跟A裝一樣啊 那整體的狀況的話他 他就是長這樣 反正我先裝我先把他全部都裝上去 好那做一些簡單的講解跟測試啊 他如果說在實戰上面的話他加3 而且他沒有裝備組合效果這個套用 所以就沒什麼用 就只是單純收藏用 那手動的話這個除非你要開AI啦 不然這個眼鏡應該是手背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整體來看這個就 這套狀況還蠻普通的 那如果你要突破啊或者是 特殊突破 這應該都可以的 那嘿手劍 就這樣 就是一般的A裝 那也是可以用這個A級球強化上去 那這個我就不特別強化了 那個這個就只是吃上去之後 欸手劍 算了 就試試看吧 啊這個我就不特別升上去了 因為他升上去之後聽說是隨機的 他隨 他就只是變成隨機的一件S裝 所以就 就很沒有意義啊 因為他上去了我就少一件可以收藏了 結果看到我那件會變成是缺位的 那如果我現在假設隨便拿一件A裝看的話 的確他還是 界面是長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是S可以升級上去 但不會變SS 他不會變SS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的話還是會帶到實戰裡面去啊 就讓大家看一下這套裝備長怎樣 反正他是收藏用 他是收藏用的 他就真的是收藏用的 你要實戰 那當然可以 但是現在S裝的時代 不要 之後還是會換掉 好那今天就是 最後面啦 最後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一套 長什麼樣子 他應該會先對會先先防守 因為我後來換成統一了 你要說換回統一了 好 然後這一套長這樣 不會發光 哇我覺得其實可以讓他發光的說 有點可惜 那反正我不 這個是自動啦 欸不對不對 這是季賽啦 所以我不動他也不會跳轉 就可以讓大家仔細看一下 那這套整體的狀況來看的話 這樣真的啦 我覺得如果他會發光的話 其實還蠻不錯的 就是如果有辦法給到加4 其實也還行啊 嘿他 對他就只有一套而已 所以你也只能用這一套 你也不能說他能力值不好 你就把他換掉 那就是這樣 那整體來看就是收藏用的 頭手那一套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是跟這一套的 長的應該是差不多啦 就是長這樣子 整體來看的狀況 我其實覺得這件 嗯還蠻不錯的 就顏色的配置來看 我是蠻喜歡這個藍色的啊 那很可惜 他沒有辦法拿來實戰 不然如果他可以拿來實戰的話 這一套啊如果改成加4 全部就是加4 然後會發光 而且還有全能力值加3 這個裝備這一套啦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 這個光應該是會蠻漂亮的 而且也可以拿來 點DH用 那DH不用守備嘛 所以 眼鏡那件就還好 啊其他裝備 都做的其實蠻好的 數值是給的蠻好的 那就是蠻可惜的啦 他是給 欸叫什麼 AS AS皮 A股 的一個狀況 就有點可惜 就看有沒有機會吧 這一套 可惜了 好 好 那今天影片就終於結束了 如果真的之後 有 真的有改 到 變成我說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這套是蠻推薦換的 但就現在的狀況來看 就是不要 就先觀望就好了 那我是已經換了啦 那這套 我應該也是會讓他就這樣穿著 因為這張李志祥也是紀念用的 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不要選擇 讓你們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